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昨天我和豪仔做这个 莺莺梅太后与小豪子的时候 就讲了一个题目 由陈淑庄成功转型讲起 究竟离散在各地的香港人 如何面对他的职业 事业 他的生活 你们有没有成功转型 又或者是努力转型之中的例子 我做这个YouTube 最大的收获 这个感觉就是和听众互动 有不少听众打电话来 当然看直播的朋友 或者重温的朋友 都听过他们的看法 不过我今天要再讲这个题目 因为我受他们的奋斗的经过 是感动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看法 稍后回来详细就聊 除了可以隐藏你的身份 和保护你的私隐之外 还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网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VPN之后 不同地区的电影和剧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 才可以玩到的网上游戏 用了VPN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网上订酒店机票 或者买东西 用了VPN 你身处何地 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 LotVPN 是一个户口可以有六个设备 是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日内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全数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试试 就做这个题目呢 反映得非常好 有很多听众都按了一条链 不过就时间关系 我们只有一个半钟头 大家去听电话 听了一个钟头 差不多 那些叫电话 我仍然是用电话这个概念 就有很多向遇 我希望再做这个题目 等多些朋友 讲一下他们的想法 当然 如果他们离散在各地 无论是英国 在美国 加拿大 或者澳洲 其他国家都好 不是很如意的话 他的生活不是很如意 或者觉得不是很 很 很顺利的话 他未必想 和观众听众 或者其他朋友去分享 不过我相信 他听到这些成功的例子 或者是转型之中 看到自己的方向 看到前途 这些例子 他会受到很多的啟發 有几个例子 我想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 对我来说 也有相当多的鼓舞 比如有一个 他打过来 我们那里不止一次 叫做UK职人 一直都没有说他的职业 没有说他在做什么 说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就透露了 他都没有说他自己的工作 他有工作的应该 他其他家人也有工作的 不过在做这份工作之余 很多时候 无论你在哪里都好 在香港也是一样 做这份工作 都可能是糊口的 你要找到他自己的兴趣 作为这个终身的事业 是相当困难的事 不过他就 他平时都有煮食 做这些糕点 于是他就做 瓦仔糕 做这个芝麻卷 去一些市集那里卖 我认识不少人 又或者见过不少人 去一些不同的市集 都是做这些事情 比如我有一次去 英国 我记得是Chefville Chefville 的一个商场 那里都见到 有一对夫妇 在那里卖 那些叫做什么 糯米池 就是这些韌韌 用糯米粉做的 糯米池 那样 我都在那里说过 我跟他聊天上来 那其实呢 他又是那种 来到这里 为了一个小孩 讨书 所以呢 现在来了 他都要生活 都要工作 需要户口 于是就做了这些 他不单止做了一样 他在周末 周日的时候 又或者是 平日的日子 都会在那里摆摊摊 然后呢 就 去做这个 就是 叫做 画的面 就是 比如说 新日会 或者有些什么 节慶活动 那样 就 跟别人 帮忙做 那样东西 你看到香港人那种 很努力地去拼搏转型 就是体验在他们身上 这位UK职人都一样 我觉得令我最印象难忘的 看他高兴的 就是他考了个食物牌 因为英国考食物牌 一些都不简单 他说 很复杂的 是要做很多不同的文件 之类 但是 你看得到的 就是 因为 他说英国是 那些 虽然他做事很慢 有时候很闹哨 整天都错了 不过 他都想你做得成的 会提醒你 可以怎么怎么怎么 终于就是 做到个食物牌 那我就 就是 会不会 接下来会开店呢 他说 他的目标 终极目标 就是开店 但是开店 一点都不简单 这个经营 要落心血 最重要就是资金 那样 你看到他就是 他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计划 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不急的 不急的 是按着现在这个节奏 英国人的节奏 英国人做事的节奏去做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 开心的 尤其是他考到个牌 那接下来 是会 可能真的会开间店 或者是 不开店都好 你去那些 现在有的 就是有不同的商场 或者是露天 都有很多这个摊档的 全部都有两排 是很正规的 这样的 我都跟真正摆摊的人谈 他说OK的 因为很便宜 很便宜 是可以 赚到钱的 虽然当然 那些钱不是很多 税也很重 如果你过了免税额 这个就是 一个我认为都相当成功的例子 另一个就是 本来做IT 本来做IT 就写program 的 现在做IT support 这位 很刺激 他说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以前是不用见客的 因为自己躲起来写的 因为自己躲起来写的 这些IT人 用自己的ID狗 躲起来 很窄的 但现在要见客 他就每一次见客 有个project 给他做 他都很害怕的 怕着 又会用英文 present 怕着 就照顾不够 那个客人 我就鼓励他 做了一年多 都没炒你 證明老闆觉得你OK 可以 你应该慢慢适应 没问题 我觉得这类人是很值得 需要鼓励 他已经做了一年多 继续在做 你做自己的本行 IT都很阔 由要完全窄 在家里不见人 到要去见人 做很多要照顾客的功夫 突然之间 如果他最忌计的就是 那些物流 仓那些 整个system 死了 真是很害怕 死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还要很急 不然 那条线就会 就会死掉 就做不到 派不到货 出去 那我就觉得 这个都是一个 慢慢适应的过程 第一 要找到一份 工 做自己的本行 虽然工组 未必一定是很相同 是不容易的事 虽然你说 很害怕 很疼 未必 那羽民可以应付得来 但是 漸漸就会入街景 四十多岁 只要你有决心 陳淑莊说 咬緊牙关 切破指头 我很喜欢这八个字 只要你有决心 真是铁柱都磨成针 我认为完全没问题 另一个呢 令我佩服不宜 这个真的很佩服 这个真的很佩服 不如先谈到IT的 另一个IT 叫做废明露UK 他就跟这个 做IT support 本来他自己做IT support 都是见惯客的 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就在一个蛋糕工厂里面 在生产线里面 做蛋糕的东西 做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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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 我就问他 咦 为什么你不找自己本行做 在IT在英国都是很缺人才的 很吃香的 这样 他说他就住在一个小镇 就是 那个物价很便宜 就是20多万磅 买了一层楼 就是买到一个房子了 好像说有四房 拍出来都相当不错的风景 他没有拍到自己 他拍到他的房子 那 在小镇里面 就自然就很难找到 这些IT的工作 但是呢 很多不同的镇仔 附近都有仓的 都有工厂的 这个很有趣的 都是有本地的人 不用駕駛很久的车 甚至就 走上班也能回到的 那他那个镇仔里面 生活就自然在镇仔里面 找工作 于是找到这个 做蛋糕的生产的工作 是很长的 是吧 由开始做面粉 擦 焗 这个 decoration 做奶油 等等 跟着做包装 那他不停地 在 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不停地强调 就是说 他是 就是整个想法 好像转了 他要team work 一起做事的 一起做事 他要体谅人 considerate 就是有人 就是 手脚快点 有人手脚慢点 香港人做事很快的 他很体谅 人家 很多 跟人家沟通 很强调这件事 做事 不要那么快 给多些人做 我想他也是 有关系的 做得多 多了出来 可能会有多些人工 如果你抢出来做的话 可能人家就没得做了 就是他用一个体谅的 的方法 跟人家沟通的方法 令到大家的关系好些 难得的地方是什么呢 难得的地方就是 香港人呢 大家都知道 厚率很高 手脚很快 脑也都转得很快 想到很多方法 很便捷的方法 去做更多的东西 香港人呢 就这件事是好的 但是 我觉得有一件事不好的 就是 他是会自视很高的 譬如说 这些 就是跟我们同 我也听过不少的 就是一起做事 那些人很懶的 在哪里哪里 特别懶的 又或者是他们 埋队的 排斥人的 就是很多这些 抱怨 是非 去讲其他不同的 族裔的人 香港人这个很惯常 因为在香港 我经常都说 香港比较单一的种族 比较单一 当然也有其他族裔 但是 在香港人心目中 其他族裔都是 低级过他们 inferior一些 就是 说得衰些 就是歧视他们 来到这里 同样 一样有这些坏的心态 看到皮肤颜色不同 或者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都是歧视别人 或者鄙视别人的多 但是我说难得的地方 就是 好体谅别人的处境 好知道别人要做多些东西 赚多些钱 你不要抢了些东西 来做 其实 我认为是一个 很好的 很高尚的品德 这位肺明奴 这位肺明奴 就给我 觉得 感觉是 相当好 不是来到这里 我觉得 我做了这么厉害 是不是 好像 我做IT 大哥 好像苦乐平洋 鼻犬戏 那种感觉 笼油浅水 租客戏 那种感觉 很粉粉不平 很多人会是这样的 心理上 就很不平衡 于是 工作就不开心 你看看他 由做IT 变成做蛋糕 在厂里面 你想想 他会不会有很好的career path 没有人知道 可能会是 看到你这么聪明 看起来 然后找你升职 做管工之类 都不行 那这个就下一步了 但他在和我们讲的过程里面 从来没有想 就是他很安 就是很安憑乐道 很安身立命 那种感觉 另一个 反差更加大 就是这个UK抄牌官 这个UK抄牌官 我记忆里面 应该第一次打来 不过就是很爽的一个女士 就是 说他过往的工作 就是在香港做一些酒店 很多间酒店 好像说几十间酒店 e-commerce 就是网上的商业活动 管很多人 是一个高级的行政人员 那身水多就自然不在话下 那就是要出trip 住五星级酒店 坐这个头等 或者商务客位 穿着高跟鞋套装 上班 有秘书 有下属等等 那来到英国 来到英国 做什么呢 就做抄牌 算是正式的公务员 做抄牌 过程里面都挺 曲折的 因为做抄牌呢 是要开车的 他自己是没有车牌 不过就在考 填份表 问他有没有车牌 没有啊 他有车 他在学中 不过就没有车牌 没有车牌 不能做这份工的啊 于是呢 你考了车牌才跟我说 那就是那个 上司 最后他考了车牌 真的回去跟他说 咦 那里面就好了 行了 我找你做吧 就是这样 空缺都留给他 那你想想 由一个高级行政人员 就变成一个抄牌官 虽然不是说入晒雨林 那你也是的 难道下雨不出去吗 坐着车 你都要下车抄的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我问他 是不是 他会觉得自己都 很折舵 他有时都会这样想的 是的 人工少了很多 工作性质完全不同 是吧 身份也都不同了 穿着那套 本来穿着套装 是吧 斗领跟高跟鞋 现在要穿着那套 很重的制服 很多有摄影机 那样那样 做这个 在户外的抄牌工作 感受如何呢 他 一样很重要的 他说到的 第一 为什么要来这里 为了孩子 读书 这个呢 是第一优先的 第一优先的 为了孩子读书 为了孩子 可能他自己都做了 高级行政人员 那么久 可能 都存了不少钱 甚至买了一层楼 谷种也很足够 但是香港人就不会说 喂 我就退休了 不做了 不会的 怎么都会上班的 就是 执货都做的 他们 最低工资都做 那也要做份工 那么 然后 他的说法就是 在香港做事 是没有生活的 是没有生活 压力很大 每天做 这个说法 我相信 在香港听众也很有共鸣 你越做得高级 是不是 就好像我在这里说过一条片 就是一个网媒 访问他 就是 就是 好努力地工作 就是一个大行做CFO 大哥 上市公司 做这个 就是 财务总监 然后就过来这里 就要重新考过牌做会计 实习 成千个小时 这样 他也是说 在香港是没有生活的 又是很紧张的 但是 为了个小孩 辞了一份 高薪厚职的工 做一天做八个小时抄牌 挺好的 是吧 有钱 可以户口 毫无压力 没有压力 抄牌走 是吧 亚洲人面孔 他们也不会认得 也不会当你仇人 除了衣服 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认得你 完全没有压力 然后 完全做到 work life balance 放工 就放工 回到家 就是做日常的 家务工作 还做下gardening gardening 是很重要的 圆毅治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是很relax的 这就是你需要 调节自己心态的一种 来到海外的 生活的方式 如果你继续想 永远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即是香港人呢 有不少香港人就是 所有的要拿盡 如果怀着这个心态 人在香港这个心态 我找份工 是吧 很高人工的 职位很高的 有很多fringe benefit 有医療保险 有人帮我手 有下属 有头等机票 有五色急酒店 然后就有很豐厚的 公职金等等等等 最捨得的就是这些 但是换来是什么呢 换来就是没什么生活的 一天24小时 一个星期 7、24 不是71 7、24 都要不停地为公司出心出力 是完全没有任何自己 me time的时间 这个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有得有失 永远都需要give and take 来到英国 没有了高薪 没有了厚殖 没有了福利 由天堂跌落凡间 在街上做抄牌 日晒雨淋 风吹雨打 冬天很冷都要抄 虽然他们说没有quota 你那天抄不到牌 上司不会炸你 虽然是这样 但是 很有限的 毫无压力的 换来有生活的 有work life balance 然后又可以做完毅 又可以鑽研厨艺 小朋友读书开心的 永远都是 要选择的 你不可以如雨虹掌 那样都要了 你不可以如雨虹掌 那样都要了 你自然选择一样 那来到英国的人 你的心态就要调整 不要抱怨 我以前是做医生的 做律师的 是吧 做工程师的 现在去执货 我顶有没有搞错 于是就 很快就顶不顶 就放不下身段 就 抱怨年年 抱怨天气 抱怨早天坑 抱怨很多东西 抱怨找不到 抱怨自己的身份地位 降低了很多 不敢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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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过 为什么要再说 对我来说 重要的地方 就是 你经常都要问一个问题 移民 去那个地方不是天堂 虽然 环境的优美 就是 比美天堂 很美 有湖 有山 有海 你住哪里 但是 在很多日常生活上 有很多好怒气的东西 你找不到工作 你会很彷徨的 你赚钱少了 你会很不甘心的 但是 我都说 永远都是 失了一些东西 你会得到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更多更好 視乎你自己的价值 你说一个小朋友不用接受洗脑教育 是不是更好 你说在这里生活 没有压力 工作没有压力 做完事就可以走 是不是更好 你说会有这个生活 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有时间去买菜 煮饭 有时间去做这个圆藝的东西 会不会更好 你很久没有做的瑜伽 很久没有看书 很久没有一家人 坐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屋里面 很大很大的电视里面 看一场很好看的电影 很久没有试过 最多最厉害的 就是一年去两次度假 然后又匆匆忙忙 顶多去五天 一个星期就要回去 继续去博杀 在这里 你有空就可以找廉航 飞去欧洲 几天又回来 去看一下画 听一下音乐 在香港是绝对 绝对 绝对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你不要以为 你很多身家 就有这个机会 没有的 因为你的工作太忙了 是没有这个机会 那是不是好些呢 永远都是 give and take give 才take ok 不可以两样都要 不可以所有东西都要 这个心带的调整是很重要的 我见到这几个 几个朋友 即是来电 这些移民的离散的朋友 来电 其实都是在说这一件事 我觉得 整个问题的关键 他们能够适应到生活 你见到 他们的工作不是说 喂 越做越好 他的工作不是做回以前那种 他的工作不是赚更多的钱 相反是反过来 是不是 如果跟香港人 一般人的价值观来说 哇 很折磨 管那么多人 现在就去做抄牌 你做IT就去做蛋糕 很折磨 一般人的角度是这样想的 但是 他们是甘之如意 因为他知道 他们明白到 他们拿了一些东西 得到一些东西 在香港 一世人都没办法得到 这个就是重要的地方 有些东西是 心态上去调整 令到自己快乐很多 喂 又不会 睡家又不会饿死人 又不会 就是 你香港人已经很幸福了 在这里 有些英国人 现在冬天来了 保守党 这个工党 不是保守党 工党 一说要填这个财政黑洞 就决定 将那些 就是拿这个pension 那些 你知道退休的那些 我们要工 就是 10年之后 就要有pension 就靠生活 本来年年 都有一个供暖的津贴 今年就取消了 所以那些人就 哭哭哭 又是要在 暖和饱之间 做一个选择 以往的所谓 cost of living crisis energy build crisis 已经出现过 今天又再出现 香港人是不需要有这个烦恼 因为他们真的有钱 在这里 做一些 在收入是比较少的 比以前少一节的工作 但是快乐的工作 工作压力没那么大 甚至没什么压力的工作 是香港人来到这里 心态调整之后 你会做得快乐很多 我经常强调这一点 好了 我希望 再有机会 和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再讨论 再互动 很多这些 正面的 例子的故事 对一些 现在仍然很彷徨 不知道自己的路 如何走的 一些离散的朋友 移民的朋友 我希望 这些例子 对你说 会有些帮助 好了 你可以留言给我 你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你可以share like 看广告 有新片照片 按个小铃铛 可以通知大家 聊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patreon 和心静有快的channel 多谢你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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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事吗 不是 这些人 不吝点赞 所以 你不吝点赞 看并不吝点赞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 没有声音 好 请不吝点赞